家庭的事情 有啊 當然 會覺得很不容易 對啊 就是走過這條路當然覺得不容易 那還是希望他們可以 好好順利的處理完成這樣子 那我還是比較建議 其實大家都不要出來說話會比較好啦 因為畢竟如果已經進入到司法的話 其實在外面講太多 我覺得對於官司的判決也沒有太多的幫助 因為我反而覺得那個其實對小孩都是一個 比較大的傷害 就是如果以我自己是過來人的經驗 我是覺得大家如果都已經走入訴訟了 那我覺得就交給法官去處理 那其實盡量避免再公開去說太訴訟 對 我只是說以我過來人的經驗 其實就是說我自己到後期我也是幾乎都避而不談 因為我覺得其實就讓法院做最後的審理這樣子 其實是最單純的 以前應該不是說嘗不嘗試 其實是我現階段好像也沒有什麼機會跟時間 所以不是嘗不嘗試 就是現階段可能因為都還是以小孩跟工作為主 那我自己平常好像就蠻會找事做的 就像我之前很長時間都在錄影啊 然後後來我去年開始騎公路車 然後像我這個月就有兩場公路車的比賽 我今天算是記者會算是比較大事件的 就是下禮拜要積極的練車 大概就目前規劃三天要練車 我星期一天就要比賽了 那我禮拜六又要帶小朋友去考試 所以其實我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太多的時間 去想這件事情啊 目前現階段好像真的沒有發生感情的事情 我知道你們都因為講 誰誰誰什麼什麼單身多久 就有新對象在我身上真的沒有發生 我自己害怕嗎 現階就是其實這幾年也沒想過這件事情啦 因為但我覺得害怕的點是 確實不會刻意想要再去想下一段感情 是因為我覺得現階段 我還是花蠻多時間在小孩身上 那我覺得他們像現在有一個即將要國中了 那我覺得國中這個其實 國中就是一個蠻重要的階段 因為他即將要叛逆期了 那有一個也小五也是即將再過一年也要 就是又有男生又有女生 其實我就覺得國中這三年蠻關鍵的 就是很需要陪伴 那我非常覺得會害怕的點 應該是說如果我有了一個新的對象 那我其實也很怕對方會要我選擇 就是比如說他可能也許會說 我覺得你給小孩的時間比較多 就我就覺得我不想去做選擇這件事情 我現階段就是只想要先把小孩照顧好 跟把我自己的工作做好這樣子 影片看之前才會跟 requiringятeur皮疼 還會較 cold 所以我就說要說我能用進去 我賽事ppo我成�的東西 也好 這是小孩寂寞 Annette